欢迎收看台球表一表 这是每天一小表 今天斯诺克冠军联赛即将开启 他的赛制及奖金分配都很另类 今天做一点小小的科普 那比赛分为7个小组和冠军组 首先第一小组7人出战 进行单循环排名 小组前四进入淘汰赛 决出小组冠军可直接晋级最后的冠军组 2到5名四位选手 加上第二小组新增的三人 组成新的7人阵容 进行第二小组争夺 以此类推直至7个小组全部打完 7名冠军进行冠军组比赛 再重复一遍循环赛加淘汰赛 最终决出赛事总冠军 而奖金也是本项比赛一大特色 小组赛阶段冠军3000磅 亚军2000磅 前四1000磅 单循环阶段每赢下一局有100磅 淘汰赛赢下一局有300磅 另外小组单杆最高还有500磅 那冠军组同样设立这些奖金 但金额更高 最终总冠军奖金能有100000磅 用赛制结合奖金就能明白 这里是塞尔比的家乡 而他除了会亲自参加节目战 还不忘调侃罗伯逊一番 来老子的地盘 找不着地记得问老子啊 那不明白啥意思 欢迎收看上一条表一表